大家好,我是李建伟 欢迎我们再次相聚的资源法律课堂 由我来担当讲最新的民法典颁布之后 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12月31日 重新诠释了关于2001年的担保法司法解释 颁布了新的担保司法解释 我们就把它简称为民法典颁保解释 担保诉讼,或者说担保业务 在我们公司法务和民上市诉讼占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很多疑难案件也由此而生 担保作为一个确保或者说加信债权实现的方式 它本身的制度足够复杂 因为它始终作为一个重制度而存在的 所以除了要讲清楚担保本身的制度之外 还要讲清楚它与主债权之间的关系 另外一个债权往往不仅仅是一个担保方式 所以彼此之间的担保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 那么呢,希望我这六奖 六奖 我们把这个担保二十八件事一共分为六奖 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比较大的收获 今天是2月6号 星期六 也是农历二十五日了 快过年了 那么呢,我们在这个陆博士里 静悄悄地在这里录课 也在这里呢 先前给大家预祝新春愉快 和家团圆 幸福快乐 好,我们就正由正题开始讲歌 第一讲呢 我来讲担保的一般规定 所以担保的一般规定啊 就是指在我们担保 民法典担保解释里面 确实也有第一章 一般规定 大概是规定了 我们担保,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留置 以及其他非典型担保方式 共同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 担保的从属性 担保的不可分性 那么担保物权共存的一些共性问题 公司对外担保 反担保 担保无效 等等这些问题 只不过是在我们 这个学历上的担保的一般规定里面 我还加入了 这个 关于最高额担保 共同担保 等一些问题 总之啊 我们下面这几讲 第二讲是抵押权 第三讲呢 这个是 这个 讲这个留置 这个 这个 质押权 这个 第二讲呢 是讲公司对外担保 说错了 第三讲呢 是讲抵押权 第四讲是讲 刘志全 和治权 第五讲是讲 保证 第六讲呢 是讲 让你担保等非典型担保方式 那么按这个体力的话 我们就把 凡属 共性的问题 都放在第一讲 担保的一般规定来讲 好吧 好 我们首先要看第一个问题 担保体系 广义的担保体系 我原来在讲 核动法的时候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它包括保权和 狭义的担保 保权就是我们 民法典的 核动棉所规定的 在债务人 恶意减少自己责任财产的时候 债权人可以提起 待位之数和 撤销之数 狭义的担保呢 就是我们这两天 要讲的内容了 包括人保 物保和金钱保 人保呢 就是保证 物保呢 就是指抵押 质押和留置 金钱保呢 就是指定金 大概是这么的方式 那么这种广义的担保 是指 他们都有 征信债的功能 更大程度上 确保债的实现的作用 只不过是呢 这个保权和狭义的担保 他这个针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 是我们首先从这个基本的问题讲起 就是债 为什么需要担保 就是张三欠我的钱 我们为什么需要担保 就是因为债权我们都知道 他是一个特定的人 对另外一个特定的人 请求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换句话说 如果张三欠我一千万块钱 这是个货币之在 我仅有的权利是请求张三还给我 那要请求张三还给我 这个权利是不是有点弱呀 那对呀 请求权是和资备权 抗变权 形成权形并列的一个权利 与资备权相比 它就软弱无比 什么叫资备权 这杯咖啡是我的 是吧 我用所有权 我对这个咖啡就拥有 占有 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我占有它 那比如说可以让它 让它压住这个 这个直角 我也可以使用它 这个杯子本身可以使用 咖啡我可以处分 我可以喝掉 我可以卖掉 我可以整理它 那么我对这个咖啡杯子 和咖啡行使所有权的时候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辅助 所以物权 是指人对于物 直接支配的权利 但请求性不是 只能请求他人 唯一对的行为 就是请求张三还给我钱 但张三如果承信 信受承诺 那么他把钱还给我 我的债钱就获得了实信 如果不还给我呢 那我到他家里去要 我看他家房钱屋后 客厅里床上床下 茶几上下 我去堆着全是钱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他既然欠我一千万 我到他家里了 到处都是钱 我能不能 是吧 砸好的 一砸就是一万块 我能不能捡出一千砸 我就走呢 恐怕不可以 恐怕不可以 我没有这个权 我跑到那家家 拿钱就走 拿人家的钱 收了收了就走 这恐怕形同于盗窃或侵权呢 侵权 望着满屋子的钱 我只能强求张三说 你清点一千万给我 张三说你看 钱这么多 我就不给你 那我怎么办 我只能去法院 或仲裁结果起诉 或申请仲裁 而且胜诉了之后 我也不能拿着胜诉的判决 说到张三家里 拿一千万就走 也没这个权利 还是请求张三履行 生效判决 张三不履行 我也只能去找法院 要求强制之行 请求权 债权 就是这么一个特性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看到 张三欠我一千万 我这个一千万债权 获得实现的话 要取决于两个基本要素 以张三有这笔财产 不管他现金一千万也好 还是他家里值钱的东西 能够变现一千万也好 总之 他必须是 能够有一千万的财产 对不对 如果张三这个人很老实 很诚信 但是他没有信用 你说说他有诚信 没有信用啥意思 信用和诚信 在民伤法上不一个含义 诚信 你孤独费事 是指这个人 有信必诺 不会恶意 不会以违反 公寻良俗的方式来行事 简单的说 就是他有钱的 会还我钱的 他不会魅力良心不还 他不会说 一方面欠我点不还 另一方面要花点酒地 是吧 高消费 但如果他实在没钱 那就是信用差 信用就是credit 就是指他有多少责任财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他没有责任财产 我也是望张三信探 第二个意思 即使他有这么充分的责任财产 那么他也必须是一个诚信的人 如果张三奸产千万 他欠我一千万 他满可以还得起 但他就是坑我 他就是不还 就是要把他自己的财产给转移走 赠给 贱卖给他身边的亲朋好友 就不还我钱 这个人道德败坏 他有责任财产 信用好 但是他没有诚信 我的债权仍然 履行不了 仍然实现不了 所以说你看看 其实作为债权人来讲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 叫 叫叫 是人生是大不幸 其中一个不幸就是 做做做生意 做生意 做成了债权人 做成了债权人 什么意思 就是你做生意 没有落到的未安 赚钱了没有 好像赚钱了 都是账面上的 都别人见你的钱 比如说说 在前些年来 有些人在政府边上 开饭馆 生意火爆 每天公务员流连旺板 在这胡子海河 他就是不给你钱 给你打白条 最后饭店开不下去了 饭店开了几年 唠了一堆白条 找政府官员 找政府去叫 政府说别找我 镇长说上一任镇长干的 我不擦屁股 那这就是债权的悲 在一个信用不好的社会里 债权的实现 人人自为 那怎么办 债权人必须想方算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如果是张三欠我的钱 他的责任财产大大的 我相信他有这个实力 但是如果他是小人 无信用的人 他是个小人的话 那么如果说债务到期了 他转移财产等等的话 我只能行使代位权 或承销权 具体来说 李氏欠张三的钱 李氏还得及 张三就不向他去要 从而张三也还不起我钱 我就以我自己的名义 向李氏去要 赤债文去要 或者张三发责任财产 无偿的或贱卖给李氏的时候 我就可以要求法院 把张三和李氏的正与合同 和贱卖的买卖合同给撤销 以恢复张三的责任财产的圆满状态 接下来下一步 能方便我的债权或者实现 这就叫保全之财 那么也就是说保全解决的是 有信用而无诚信的小人 防止小人之财 不危害我们债权的世界 对不对 那我们再介绍来看第二步 第二步讲的就是 如果是对方有诚信 但是对方的信用差 是个穷人 就张三他欠我一千万 他借我钱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很可能还不起 以他的身份 很可能还不起这个钱 那怎么办呢 我就提前采取措施 这个提前采取措施 那就针对的是穷人了 那么无非是要求 他提供保重和提供物保 和提供定金等等 来确保 来加信 来增信将来债权的实现 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担保制度 在这个图上我们看 担保的 狭义的担保措施 可以分为人保物保和金钱保 金钱的担保 主要是指定金这一种 这个很小的一种方式 在现实收获中 只发生了个别合同中的 指担保合同债权的一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呢很简单 我们将在第六讲 非典型担保中涉及到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前五讲 主要是讲人保和物保 最重要的担保方式 那么物保和人保 或者是保证 它有什么区别呢 这是我讲的下一个问题 我们首先再了解一下 我们中国的担保法上的 人保物保的基本二元体制 这个二元体制就表明 它的这个区别在于 人保物保什么关系 有什么区别 对于有一些法律基础 比较好的统治 可能一目了然 但是我的授课经验告诉我 绝大多数 对这个人保和物保的认识 是不足够的 不深刻的 那么只要我讲到 是一下的三点区别 很多接下来的 好像是你在看 司法解释的难点问题 其实都可以豁然开朗 迎刃而解 但如果说你心目中 对于保证和物保的区别 不甚了了 或者区分的不明确的话 你就会胸中堆满了 很多的困惑 所以说我一直强调 我们学一些基本的法理 是必要的 我们来看 假像以银行借一千万 或者一千万本金利息到期为还 那么如果说贾向以借款的时候 你考察了贾的自信 贾是李嘉诚 我想没有哪个银行愚蠢的 要求李先生马云 借一千万提供担保 因为这样的人信用好 他们的责任财产 还这一千万是绰绰有益的 微不诸道 这笔债务对他们来讲 是九牛一毛 所以银行就敢对这样的借款人 发放信用贷款 所以信用贷款的意思是说 银行确信自己债权的实现 完全依托假 作为主债文人 本人的责任财产足以 没有任何的风险 甚至连抽象的风险都没有 那这就不需要担保措施 那听明白吗 这有种贷款的角度 叫信用贷款 但是反之 如果以考察了假的身家 觉得假的这小身板 普通的公务员也好 普通的市民也好 假的这一千万买房子 假将来两三年后 能不能按期还这一千万本金利息 不知道 那就在要求提供担保 怎么提供担保呢 我们来看 如果说假提供了一个第三人 朋友 炳愿意提供保证的话 那么以银行就要考察炳的资讯 考察完了之后 他愿意接受炳的保证 于是后 银行就愿意把一千万借贷给假 这个时候我们要解决一个疑惑问题 什么问题 那么如果是本来以银行不敢贷款给假 那么现在为了为什么有了第三人 炳的出现 银行就可以放心的贷款给假了呢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假设假的名下的财产总量是X 并名下的财产总量是Y 直出银行敢于放贷 那是因为银行深切的知道X加Y大于X 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如果并提供保证的话 将来银行的自信在于 如果到期假不能还钱 银行一如既往的 可以执行假名下的所有的财产 简称责任财产 而后如果不足 那么还可以执行 银名下的所有财产 哦 又说明白了 增加了一个可执行的责任财产 这个对象 总量 说对了 那有的同学 那这样的话X加Y大于X 那从数学上来讲 只要Y不是负数 除了负数和零值外 X加Y大于X都是成立的 你说对了 数学是这样的 但是这里的Y非常重要 其实一旦并加入了这种债务提供保证的话 银行不再关注X是多大 主要关注Y有多大 Y越大 银行的信心就越主 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知道 同样是一千万的债务 如果说李嘉诚提供保证 和我李建伟提供保证的含义就贵了 而我李建伟提供的保证 和北京街头的一个乞丐提供的保证 显然含义也不一样 大家就明白这个道理 X加Y大于X 而且我要指出的是 既然Y提供了一个保证 那么就意味着将来假到期不能产还债务的时候 已是可以执行银的所有财产 在这个意思 保证人并提供的是一份 承担的是一份 无限责任 那么众说出无限责任并不是指 并承担的这个债务数个无限大的意思 我们世界上不存在无限大的责任的问题 而是指并有义务以全部身家来承担责任的意思 以全部身家来承担责任 你全部身家 那就意味着并承担的就是一种无限责任 还有一个特征是 如果是并做保证人的话 这个并一定得是独立与假矣的第三方 换言之 并是假的分公司能不能提供担保 保证不可以 并是矣的分公司分行能不能提供担保 这不是自欺欺人 那并必须是独立与假矣的第三方 并可以是假的子公司都是可以 那母子公司下户都是独立的 独立在哪 但是并是假的子公司 分公司或并是仪的分行就是不可以 大家要理解这 那么这么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保证有三大特色 第一保证人必须是严格意义上第三人 第二保证承担的是一种无限责任 先讲这两件特征 我们接下来再看 什么叫物保 物保的话就是指 担保人提供一份动产不动产 或其他权利财产权 就这个物上设定一个优先收藏权 万一将来主战人不能履行的时候 债权就可以就这个物本身拍卖 变卖或折价 总之把物变成钱 所得的价款 债权你就可以有限收藏 按照这个定义的话 我们来看 那么假象以借钱 可不可以有第三人饼 来提供一份物呢 比如饼 我们假设是个个人 他身家大概有那么两三千万 自己的房子呢 价格能够值一千万 几辆豪车 加上一些上市公司的股票呢 大概估价有八百万 还有其他的杂吉杂八的存款呀 名人自画等等的财产 也值个一千万 这个时候 所以物保就是饼 有可能拿出这只股票 也可能拿出这个房子 来设定一个权利 这个权利就在于 如果假同样还不了 这一千万的话 银行作为债权 就可以要求 搬卖饼持有的 这个房产和股票 卖的钱优先收藏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 为什么饼提供了 这个物质后 你就敢放心的 把款带给假的呢 这是因为 两个含义 如果第三人提供了 对银行来讲 假实现不了债权 以银行照样一如既往的 可以执行假名下的 所有财产责任财产 二 如果不足 不能满足的 还可以拍卖饼的 比方说这个房产 这不就是像 刚才的保证一样 增加了可以执行的 财产的数额了吗 范围了吗 过状的范围了吗 说的对 而且 就饼增加的 这种房产来讲 银行更大的 爽债员 还可以就这个 房屋贩卖的款项 优先收拾 优先于谁 优先于饼的 其他债权 优先收拾 这是第三人提供物保 所能够起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比较一下 同样是第三人 如果饼提供了物保的话 有两个不同 第一 饼 承担的是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是指什么意思 你再来看 如果说假到期 一分钱都还不了 以拍卖饼的房子 可惜这个房子 现在只能卖了700万 问题来了 以还有300万 不能获得实现 这个时候 以可不可以要求饼 再承担 剩下的300万的责任 不可以 饼这个时候 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啊 你看还有车 还有股票 还有其他财产 但是为什么不能让饼 超出这个抵押 房屋的价款范围 以外再承担责任了呢 这是因为 物保人 第三人作为物保人 他承担的是有限责任 这就是保证和物保的 最大区别 特别是第三人 做担保人的 要不然怎么说 保证是个信用担保呢 信用是指饼 赌上了全部的身家 承担的是无限责任 而饼如果提供物保的话 他承担的是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仅仅以提供的 担保物价值为限的意思 大家肯定比较熟悉 有限公司股份 公司的股东 承担有限责任 这个有限是指 股东对公司的债务 充其量 以出资为限来承担责任 以出资为限 所以叫有限责任 而这里的物保人 他是指 有限责任的含义是指 以担保物的 以提供的担保物的价值为限 来承担责任 那有人说了 那听明白了 在这个意义上 如果柄提供保证的话 以的爽在于可以 执行柄的所有财产 对呀 如果柄提供它是物保的话 以的不爽在于 只能执行柄特定的财产 对呀 在这个意义上 当然 从银行的角度 希望柄提供的是保证 似乎对以更加有利 可以执行柄的所有财产 但是也未必尽然 因为保证 它有它的短板 短板在哪里 我们再来看 德国贾向以借款 当时柄提供的是保证 三年后贾还不了这块钱 以银行的行长 就派自己的封控主任 去调查一下柄 说现在希望都寄托在柄的身上 你看看柄有没有这个实力 三天后 主任从外地回来了 像银行行长说 有一个good news bad news 行长说先听good news 什么事 什么情况 主任说 柄是很有实力的 它的净资产 是它的资产 至少有三个亿 你说那就好了吗 银行行长说 那就好了吗 它有弱水三千 我们只需要去一票亿 我只需要一千万就行了 看来这个债券有着落了 坏消息是什么 坏消息 银说 主任说银 外面还有三十亿的债务 这就bad news 这简直叫噩耗 为什么 因为作为债权人 在保证人面前 充其量是一个普通的债务 这个时候银作为企业要破产了 个人马上 我们个人破产法又来了 这种情况下 你只能参加银的企业的破产分配 这一千万将来能拿回一百万就不错了 一般的真的破产 走到清偿的地步的话 平均清偿率不超过百分之十 这个时候行长回复当初 还不如接受当时银提供的物宝 物宝的弊端 比毛说提供的房屋 固然只能执行这个房屋的价值 但是它的优势在于 以就银提供的房屋拍卖的价款 本身来讲 享有优先收藏权 而不会与银的其他债权人 混集在一起 而分死而去吃 胜多粥少 狼多肉少 所以担保物权 它的弊端在于 对于债权来讲 担保人承担的是有限责 但优势在于 它的核心优势在于 对于担保物的价值本身 享有的是一种优先权 优先收藏权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么在这种意义上 我们来看 同样是第三人提供 人保物保 两大区别就出来了 但还有一个区别 我还看这个图 那有的同志问 假要像以银行申请贷款 假本人可不可以就自己 拥有的一种房屋来提供一个抵押 或者拥有一个洞权提供自己押押 那可以 所以物保与保证 还有一个形式上的区别在于 保证只能由第三人来提供 而物保既可以由第三人来提供 你也可以由主债文提供 这就是人保和物保的三大区别 尤其是后两点 保证人是承担无限证人 物保人承担有限证人 债权人对保证人享有的是普通债权 而债权人对物保 担保物本身的价管享有的是优先收成权 这也是最主要的区别 希望大家对这个基本的成要掌握住 那么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国的担保物权体系大概是这样 有抵押权 制押权 留置权 还有具有担保物权功能的 非典型担保 比如让与担保 所有权保留买卖等等 那么抵押权我们将来重点讲的是 不动产抵押 动产抵押 还有集合动产抵押 还有最高额抵押 治权就包括动产治权 权力治权 权力治权 包括知识产权治权 股权治权 有价争权治权 还有债权治权 我们讲 还有讲到一个最高额治权 留置权分为民事留置权和商事留置权 普通留置权和企业留置权 大概是这么一位置 一个体系 好 我们接着讲 担保的重属性 无论是保证 还是担保物权 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重属性 重属性就是说 这个制度不是为存在而存在 它自己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 这个担保制度的存在 它必须是为担保一个主债权而存在 在这个关系上 主债权的关系就是主国和法律关系 而担保任何时候都是个重法律关系 换言之就像刚才这个图上的展示的 没有假以之间的借款合同 也可能是货物买卖合同 假借以的货口 也可能侵权之债 假侵犯了以银行的知识产权 从而法院判决要飞一千万 没有这个主债权关系的存在 就没有以柄之间保证 或担保物权存在的价值 大家听明白吗 大家一定要知道 如果有第三人来提供担保的话 无论是银提供的保证 还是抵押、质押 它都是疾银之间的关系 比如保证合同 以和银是保证合同的当事人 你一定要知道 假作为主债务人 并不是保证合同的当事人 银提供抵押或质押的时候 以和银也是抵押合同 质押合同的当事人 假作为主债务人 它并不是担保合同的当事人 有很多同志糊涂到 通常把这里的第三人提供担保的时候 把担保合同理解 三方当事人 大谬 在这个关系上 假以是主债权人 主债务人 看我列得很清楚 他们存在了一个主法的关系 当第三人提供担保的时候 以柄之间存在一个担保法的关系 重法的关系 以柄才是当事人 而假法而成了第三人 那有的同志说 如果假欠以的钱 假亲自提供抵押资押呢 那这个时候假有两个法律关系 比如说就借贷合同来讲 它是主法的关系 就假提供抵押资押来讲 抵押资押是个重法的关系 所以不管当事人为何 总之都会存在一个主从关系 那主从关系 这个怎么来理解担保的重属性 包括保证 包括担保物权 我们民法典的388条 389条 407条 6582条 大家看到没有 388是讲的担保物权的共同特质 389讲的是担保物权的共同特质 407讲的是抵押的特质 682讲的保证 总之它都是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 这个特点 就是重属性 为担保主债权存在 据他来讲 这个重属性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我们意义来讲 以成立上的重属性 就是任何一个担保 都是为了担保一个现成 或未来发生的主债物而存在的 如果主债物最后没成立 担保就不成立 像刚才我们不再回到那个图上 我口述就行了 或者你讲这个案例 看这个案例就行 是吧 如果假欠100万 并提供担保 后来证明假意的这个债务 只需乌有 根本不存在 根本不存在 这个担保也不存在 钱多净美的担保合同 担保合同都不存在 这成立的重属性 就是变更的重属性 那么如果说欠100万 你提供担保 后来假还20万 或者以对价免除了20万 总之自身要80万 那如果债务自身要80万了 那么你承担的担保责任 最大也就80万 不可能说你将来承担1百万 对不对 就主债务变化 你担保的数我肯定存在 三 效力上的重属性 你刚才那个条说暂时 我们后面还要着重讲 两句话 主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肯定无效 你假意之间的主合同 只要是无效的 主债将无效 有假欠以的是买卖毒品的 毒品款 那么以并之间定立的担保合同 保证也好 抵押质押也好 无论多么的精美 那么你刻在黄金上 这个担保合同肯定绝对无效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当然第二句话 那主合同有效 担保合同是不是肯定有效 那不一定 主合同有效 结身之号有效 担保合同有可能 因为自己独特的原因 自己的原因无效 比方说假欠以 以千个亿都是真的 有效的 但是丙以故宫来抵押给乙 能行吗 以义和元来抵押给乙 能行吗 这就属于禁止担保 禁止担保 那肯定这个抵押 是无效的 第四点 消灭上的重塑性 那是假如果欠以的债务 一千万如果说这个饼提供担保 那后来假设 厂还了这个一千万 主债权消灭了 那担保合同 担保法的关系当然消灭 这有什么好说的 没有任何理由 是吧 第五 范围和强度上的重塑性 按照我们刚才389条的规定 担保的范围 你可以自有约定 比如假欠一千万 你饼某人提供保证也好 抵押支押也好 你说我自担保其中的三百万 悉听尊便 有约定从约定 担保氛围 你可以自有约定 但是我们话说过 如果你没有明确约定的话 我们通常对担保误权是一加五 哪个一加五 第一 你要担保主债权 第二 你要担保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你要质押留置的话 保管财产的费用 以及实现担保物的费用 比如你要拍卖变卖的话 你不得委托拍卖机构 拍卖变卖 委托机构拍卖变卖 拍卖公司 他不收钱吗 不收中间费用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 也就意味着 如果你没有约定 明确约定 担保的范围 是主债权 机器 他说所拖的另外五个小尾巴 利息 违约金 损害 赔偿金 保管费用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一加五 直接决定担保 第六点 是转移上的负重性 如果假倩以的钱 将来以如果把债权转人给盯的话 如果没有例外约定 并要继续承担担保责 只不过承担担保的对象 有原来的债权人 换成了现在的新的债权人 债权的受染人 钉而已 这个对于保证 抵押之押都是一样 反之 如果是假倩以的钱 并提供担保 现在假把债务转让给钉了 那你得看什么转让 债务转让 我们前面在河东发讲过 如果加入式的债务转让 假和钉都是共同债务人 那这个事也不需要以同意 并要继续承担担保责 但如果是假免责式的 转让给钉 假不再是债务人了 这事要经过以的同意 同时呢 要经过第三任担保人 并的同意 否则并不再承担担保责 那么在这个经义上 我们至少可以分析出 主债权转移的 一般来讲 那么 担保的责任 谁知转移 但反过来 主债权不动 抵押权 支押权本身可不可以转让 407条说不可 我们很难想象 假签以一千万 丙提供担保 他担保 假对以的这个债务的 以对于丙享有 比如说保证债权 或抵押权 支押权 那以可不可以对第四个人 盯说 我在另一笔债务上 对第三人 并享有 担保物权 或保证之债 我现在单独转让给你 你将来对他实现这个权力 主债务不动 这是无法想象 那反过来 这也就证明了 在债权的移转上 担保制度 担保就有从属性 反之 担保不能单独移转 更说明了 他对于主债权的依附性 关于这一点 我就不再多讲 那么承认 他的从属性的反面 其实我主要是 想给大家担保法 解释第二条 讲的不承认独立性 我前面再讲 引领课的给大家介绍过 我们这个课堂 核心的任务 目标本身是 为了讲我们的担保法 新的担保解释的 91个条文中 我们大概会讲到 六七十个条文 重要的条文 但是我这个课的特点就在于 我不会直接一上来 就讲某个解释的条文 这样显得很突兀 你也缺少背景 甚至场景感 我最关键的是 在讲每一个引出 每一个担保解释的条文的时候 要讲清楚 它依附的那个 民法典的主条文是什么 把主条文的基本制度 可想可略的讲完之后 再引出了这个 担保解释的条文 这个你会明白 作为解释的条文 它也不是独立存在的 它有依附性 它有从属性 它必定是来解决 主条文的问题 要么进一步规定 要么增补 要么规定例外 不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 它从属性是讲 民法典的四个条文 看到没有 389 407 862 等等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 讲这个条文 这个条文说 如果当时人在担保合同约定 担保合同的效率 独立组合同 或者约定担保人 对组合同无效的后果 承担担担保责任 该有关担保独立性的 约定无效 组合同有效的 有关独立性的 无效 约定的无效 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率 而组合同无效的 人民法就应当认定 担保合同无效 啥意思 我们只有刚才深刻的 我们讲了六点 理解了担保的 重塑性之后 您才得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整体上不承认担保合同的 独立性 比方说 假倩以的钱 这个借款合同无效 以柄能不能约定 甭管假以的合同 有效无效 我们的担保合同 万寿无将 恒定有效 行不行 不行 你这个约定是无效的 换句话说 只要组合同无效 你担保合同肯定无效 不以一致为转 就是效力上的 重塑性是不能因为 你当事人特别约定 而更改 这也是我们法律 对当事人所谓 一直自制的一种限制 一种限制 这些话的强细来说 有这么几个含义 再强调一下 一组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肯定无效 不要说了 特别约定没用 第二 组合同如果有效 如果有效 你约定 担保合同有效无效 担保合同有效无效 也不是你约定的 你该有效有效 该无效无效 对不对 该有效有效 如果你有特别约定 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刚才讲了 担保组合同有效的话 担保并不决定担保合同 并不确保担保合同是有效的 担保合同可能是有效的 也可能是无效 对不对 那接着第三条 再来看 那比如说担保合同无效了 那假如还不起钱 比如网上说 并提供了一个 天安门城楼的抵押 那这个抵押合同也都无效了 对 那无效的时候 那是不是要承担违约在人家 或者说 假签你的钱 并提供了一个普通的民房 作为抵押 但是并后来就耍赖 不去给你办理登记 导致债权移 无法取得抵押权 那将来可不可以约定 并要承担违约责任 可以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但是你这个违约责任的承担 也只能在 单债务人仅承担的范围 的承担 啥意思 假不是欠一千万吗 你并不是要提供一个楼房 给抵押个矣吗 对呀 那后来你这个柄 某人就耍赖 坚决不配合不给矣办理 抵押登记手续 我们后面讲的 不动单抵押 必须登记才能收下 不登记就无法设立抵押权 那这样的话将来假还不及钱 你可不可以追究 并的责任呢 可以有没有责任呢 我约责任 我约责任就赔偿了 赔偿赔偿赔偿多少 你能不能这么 以柄能这么约定 你赔我五千万 妈的你这个担保活动 本身就是为了担保 加以的主战权时间的 加满购钱了 以财一千万 这种以柄约定 你要不给我设定抵押 你不够办理登记的话 你赔五千万 这肯定不行啊 这就是背离的初心嘛 对不对 你这个担保制度本身 就为了担保债权实现了 你怎么可能超出主战物 人承担的责任范围来承担责任呢 所以这就规定了 你担保的强度 我就刚才强度上的重塑性 担保的强度 范围 不可能超出主战物的 本来的责任 你听不懂吗 而且如果说你稀里糊涂的 你就决定什么 丙要赔给乙七五千万 真敢约定 乙还真从病身上拿到五千万 那么丙 第二款又说了 那你向来可不想假 追偿啊 可以啊 追偿多少啊 五千万 不开玩笑吗 假说把老子满过欠以一千万 你怎么成的五千万 你还想我追求五千万 你们俩联合串通 把他坑我的 这个时候我们第二款就明确了 丙相以追偿的时候 不能超出一千万 假不欠以满过才一千万 还要防止主战物 全人和保证的第三人 担保人联合 搞不当行为 甚至恶意串通来侵害主战物理 是不是 你担保的范围满过一千万 你最多像我要一千万 你至于说你自己多承担的部分 旧游秩序 你自己处理去 自己消化去 听明白了 所以无论是我们担保法解释的第二条也好 还是第三条也好 还是第三条第一款 还有第二条也好 我们就紧紧的围绕一个制度 原则上不承认担保的独立性 一切都是为了担保主战权而存在的 当然最后一个问题 例外 就是保涵 第二款第二条第二款说 因金融机构提供的独立保涵发展纠纷 适用最高人的法院有个特别的司法证实 因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具的独立保涵 它的效力 在世界公认的也是世界的贸易惯例 确实有独立性 这是个例外 但大家看到 我们国家所承认的保涵的独立性 仅仅现金融机构开具的保涵 在现实生活中 我国确实存在于普通的公司开具的保涵 普通的公司开具的保涵 按照第二条第二款这些法律的意思 显然也不具有独立性 你就开了一个独立保涵 法律也不承认你的效力 好 关于重属性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 包括保证 抵押 资压 留置在内的所有的特质 接下来我们再来 担保物权的特性 担保物权的特性 我们讲的是 抵押权 资压 留置权 不包括保证 它有一些特性 第一个特性 它的价值性 什么叫价值性 价值性就在于 我们知道从小学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 我们知道一个物 有两个特性 一个是使用价值 一个是交换价值 使用价值来说 就是这个咖啡杯子 我可以用来盛水 甚至在回去的 春节回去的时候 在高速路口 高速路上下不了路口 堵着一塌糊涂 用它来接个小便 再接个内级 也不是不可以的 怎么用的 使用价值 另外一个交换价 交换价值就这笔咖啡 可以卖掉 是吧 我从这个 这个 这个是Lucky 你买的二十多块钱 然后再卖给你 可赚可赔 交换价值 而我们担保物价就强调 担保物比身 必须具有交换价值 有没有使用价值 我不管 但是你必须有交换价值 事实上 我们的民法典 这么多条文 都是规定的交换价值 交换价值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如果一个物 没有交换价值 它就不可以作为担保 我们后面讲抵押 有些财产不能抵押 有些财产能抵押 其实能不能抵押 能不能抵押 一样的道理 就要看这个物 有没有两个特性 第一有交换价值 别人一千金五块钱 别人拿块手表抵押给你 抵押给你 你愿意接受吧 但是拿一泡狗粪 你愿意接受 你可能不愿意接受 为什么 这个狗粪有可能卖不得钱 对不对 你拿一 你说到这儿 处于拉筋要不要 你可能不要 你没有交换价值 拉筋 还得处理 二 即使有交换价值 还要能变现 某种意义上 实际上不能变现的价值 不能叫交换价值 你比如说 故宫值得值钱 值钱 9999间房子 占那么大面积 又在核心地带 值老钱来 但是其实他 为什么不能抵押 不是说法律禁止 他抓住了 而是本身因为禁止 抓住 而没有交换价值 卖不了钱 底下就在于 人家欠你的钱 还不了 你要把这个东西卖了 卖的钱 你才能优先收拾 不能自动的取得 担保物的所有权 购工作为全人类的遗产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所拥有的财产 那是无法拽扰 这个不可能拽扰 对不对 好 第二点 正因为担保物具有价值 所以设立担保物权之后 如果价值减少的 如果担保物的价值减少的话 我们都必须赋予 担保物权人 有保全抵押物价值的权 这话如何理解 我们来看利率 我就随这个例子 假设说张三向你借款 一个一 他移动房子来给你提供抵抗 借款三年 在这三年抵押前存续期间 有一天你偶尔路过张三的楼房的时候 发现张三正在指挥一帮工人 正在拆住这个楼房 你有没有权利要求他停止进来 有时候停止进来 如果一定你发现的时候 一定把屋顶都拆了 你可不可以要去恢复原状 我停止进来恢复原状 对啊 如果他正拆还没拆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要去他排除方案 消除危险 可以 这些停止计划 恢复原状 排除方案 消除危险 这不是误权性的权 这要误上请求权 我刚才讲这个 这个并不全部属于误上请求权 大概齐吧 这不是所有人想要的权 你说错了 误权请求权 不但所有人想 他误权也想要 别把存干部不当干部 他误权也叫误权人 我们的法律从来没有说 只有所有人想要误上请求权 那只要是误权人 都想误上请求权 那你为什么要让张三 恢复原状呢 停止侵害呢 消除危险排除方案呢 因为他的行为 正在减顺这个单毛屋的价值 而减顺单毛屋的价值 对应债权是不利的 事实上就侵害了 你的抵押权 你的质押权 是不是 你的单毛屋权 所以你有这个权利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 有一系列的这么多的规定 这是抵押 因为抵押不算一债有 所以抵押人有可能 在抵押期间里 去侵害这个抵押物的价值 再讲个例子 如果你发现 不是张三在拆法子 而是张三的邻居在拆法子 你可不可以请求呢 可以 张三可以请求 他作为所有人 你作为抵押权 也可以请求李氏 停止侵害 恢复原状 还是放大消除危险 任何人侵害抵押物的价值 导致抵押物的价值 变成 从而有害于抵押权 实现的时候 抵押权都有这个权利 这是抵押 那质押呢 质押是控制了 你自己的手里 张三千亿百万 可能有两辆奔车车 交给你保管 那你可不可以 行使保全的权利 也可以 怎么行使呢 具有个例子 如果不是汽车 而是实现的问题 海鲜 鲜活物品 蔬菜 一万吨 我觉得保存个两三天 时间长了 在你手里坏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413条就说了 不可贵在于 资权人的室友 如果导致抵押 质押物价值明显减少的 注意危害资权人 实现的 那怎么办呢 资权就可以请求 出自人另行停物担保 算了算了 你把这个 一万斤土豆拉走 把搬成树过来 再过一个冬天 土豆都生芽了 我卖给谁去 他如果不给你 替代担保的话 你就可以要求 替借变卖 你优先收场 破替损 看到了吗 那为什么 可以替借变卖 就是因为在你手中 时间长了 这个物品的价值 不是在增值 而在贬值 而贬值多了 可以侵害你的 违害你的债权力 实际上 这也是保全抵押物 质押物 价值的权 简称保全 担保物权 价值的权 它来源于 担保物权的价值 就是物上代卫性 什么叫物上代卫性 这是我们 民法典 390条有规定 而民法典的 担保解释 42条 做了一个补充规定 我首先讲这个 担保物上代卫性的 基本含义 然后再讲 我们担保 解释 42条的 细致规定 所以物上代卫性 你首先在掌握一个概念 叫物上代卫性 物上代卫性 指的就是 由于物的回存蔑视 而导致的 物权人 获得了一笔 替代物的价值的金钱 这笔金钱 就叫物上代卫性 物上代卫性的含义是 担保物回身 蔑视 担保物上的抵押权 肯定 担保物权肯定消灭 我们知道物权 是对物的权 这课题是物不存在的 这个物权肯定消灭 但是 原来设在这个物上的 担保物权的效率 继续 注意啊 继续 及于 及格的 及于 物上代卫性 长话短话 举几个例子 我们这上面觉得有例子 你比方说 你欠银行的钱 你一个楼房 抵押个银行 在抵押期间 有可能发生 这么几个事 第一 你这个房屋 因为不可抗力 洪水给冲倒 但好在呢 你投保了 实际上银行很仔细的 我们注意到 你只要是房屋 抵押个银行的 抵押期间的话 银行是需要 就这个楼房价值 投保的 这是商业银行 常见的一个风险 防控手段 楼房被洪水冲阻了 很不幸 但好在投保了 保险公司赔了一笔钱 赔了一千多万 我的问题很简单 请问银行 听说你拿了一千多万 可不可以对这 你拿了一千多万 相应部分 走到优先收场 第二个例子 有可能不是洪水冲倒了 而是被一个路过的 大货司机 给你撞倒了 大货车 那撞倒了 对你共同侵权 它肯定 大货车的公司 在给你赔偿 赔了一千多万 银行知道之后 就你获得的 侵权赔偿金 这一千多万 相应部分银行 可不可以阻挡优先收场 这三个例子 也有可能 你的房屋安然无恙 但是比地方 这么可以增收了 增收了 我们要给你一笔补偿款 就你获得的补偿款 银行听说之后 可不可以对相应部分 阻挡优先收场 这几个问题的回答 这就物上带为尽致 担保物可回水 价值不灭 精神转化 价值转化 房屋被征收了 房屋被冲走了 房屋被撞塌 但是因为 该房屋的回水灭 是你获得了一笔钱 这笔钱不就相当于 这个物的灵魂一样 灵魂不灭 所以对这笔钱的 底下却仍然可以 出到一千手 这次 听明白了吧 很好的解 但问题在于 我们担保法的解释的 这个42条 对于 这个担保 物权的 物上带为尽制度 做了一个 进一步的规定 实际上第一款说 如果这个楼房倒塌了 你看吗 抵押权人 就其获得的保险金 赔偿金 补偿金等 按照原来的顺位收藏 实际上第一条 就是在390条的技术上 强调了一个 原来的顺位 我们重点看第二款 第二款讲 如果保险公司 赔给你钱的话 或者说 那个侵犯你的 房屋所有权的 侵权人 赔你钱的话 这个人就叫 给付义务人 如果政府给你 补偿金的话 征收的话 政府就叫 补偿义务人 给付义务人 那几副义务人 这个钱给谁呢 他很可能 不是给银行 他可能 他甚至不知道 在上面 抵押给银行 你想想 你在路边的一堵房屋 被一个路过的 大货车给撞到了 大货车肯定给你 协商不赔上的办法 他怎么知道 你这个楼房 也舍得抵押了 这很可能 侵权人就把这笔钱 给了抵押人 对不对 抵押人呢 那这个时候 抵押权人 听说之后 能不能要求 给付义务人 再给自己一道钱呢 不可以 人家就一次赔偿义务 人家给了抵押人 就完了 你银行不能站出来 你说为什么不给我 为什么不给我 你再给我一道 那这个时候 抵押权人 为什么向给付义务人 再要一遍呢 很可能 赔偿人 把这笔钱 赔偿给这个抵押人 抵押人 这个抵押权不就落空了吗 那确实有这个风险 对不对 因为货质是比钱 本身银行是不掌握的 银行哪知道 欠自己的一笔钱 在那个房屋 抵押的房屋 有一天 被人把一个大货车 给撞塌了 大货车 公司赔给了 抵押人一笔钱呢 所以这个不能加重 侵权人的这个负担 这样接着又说了 如果给付义务人 接受到了 抵押权人 要求给付的通知后 仍然给 抵押人的出来 什么意思呢 其实啊 有一笔 有物品换成钱的时候 这是很敏感的事 你如果知道 抵押 作为银行来讲 抵押给你的那种房屋 保险公司可能赔给对方一笔钱 被政府征收了 可能赔一笔钱 被人侵害了 可能赔一笔钱 你要及时的掌握这种情况 掌握这种情况 你银行的法律部门 分控部门 要做一个工作 及时的赶快通知地方政府 保险公司或金权人 把钱不要交给他 交给我 我是有抵押权的 对这笔钱 我将来要行事 要么是提前清偿 要么提顺 要么是将来 优先收藏的 你交给我 所以说你要是 确保这里抵押权实现的话 你银行要 要找起的鸟儿 要从此 你要勤奋 你要及时的掌握情况 及时的通知 从这个角度来讲 无论是 给付补偿金的地方政府 给付保险金的保险公司 给付赔偿金的 清权分子也好 是有义务 把这个钱交给 抵押权人 但前提在于 抵押权人必须通知 那也有可能 人家不摆你 人家不理你 你说你是抵押权人 你是抵押权人 我跟你没关系 我亲爱张三的房屋 我就赔给张三钱 你银行给我要钱 这怎么回事 那这个时候 有可能银行 来起诉侵权分子 来打官司 那打官司的话 那可以啊 最后一句话说了 抵押权人 请求给付义务人 向其支付这些 误上代位金的时候 人民法院这个时候 通知抵押人 作为第三人 参加诉讼 最后这个条文呢 是明确的诉讼当事人 就抵押权人是原告 给付义务人是被告 而抵押人反而成为第三人 即使四十二条 对于物上代位金的落实 怎么落地 做了一个细致的 所以从银行 我知道在座的 就是一个听课的 有银行的法务 你应该做什么功能 你应该明白 同时从给付义务人来讲 那个给付义务 你碰到你侵犯的房屋 有抵押权的时候 你要谨慎小心 你免得你二十几付 你如果没有接到通知 你把钱付给 抵押人是没问题的 你赚谁的房子 给谁钱 征收谁的房子 给谁钱 但是如果你接到 人家抵押权人同意的话 这个时候的道理 应该说在搞钱 事实之前 应该按并不动 不能轻易支付 否则你接到 抵押权人的通知之后 你再支付给抵押人的话 我告诉你 抵押权人将来 可以给你再要一遍 你这就照大烊了 是不是 好 关于物上带卫性 我们就介绍 第三个特点 优先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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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讲的是 担保物权的灵魂 也是担保物权区别于 保证的最大的特点 所在 总之来说 担保物权 抵押资押 留置权 外面不离其中 就是你对一个物 想用抵押权的时候 想用资押权 想用留置权的时候 将来的道理 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变成钱 贩卖变卖 折价优先收藏 优先收藏 就是你的灵魂 趁因为这个制度太重要了 优先收藏的 这个具体实现 我们放在抵押权 质押权分别来讲 这里我们就跳过去 来讲第四个特点 不可分性 不可分性呢 我们担保 这个民法典 整个玫瑰例 整个玫瑰例 完全依赖于 我们担保法 解释的38条 39条 所以我要仔细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是完全属于解释的条件 我放在这个背景下讲 也是弹毛文学最后一个特点 啥叫不可分心 我们这个举了几个例子 讲了这五种情形 我已经举了例子 已经设了五种情形 你可以下去 对着这五个案例慢慢的消化 有五点 对应了正好五个案例 这里我不再画图了 给你摆货一下 就是假设是假欠一千万 假呢可能是个五线城市 有五栋小楼 每栋楼都卖两百万 这符合五线城市的特点吧 正好每栋楼 大概估价 比如两百两万 正好假欠一千万 那这个过程中 有可能发生这么几个事情 所以不可分心就是指 担保物和债权本身都是可分的 但是会不会因为 担保和债权的分隔 而导致抵押权的 担保物权的分割 这就是所谓的不可分心 当然不可分心 不单于存在于抵押 存在于质量 甚至存在于流质 当然流质也特殊 它有可分心的一面 它的特殊性 今天我们就不讲 因为担保法解释的规定 规定的民法典 我们就讲 普通的不可分心是什么意思 我讲到这么一个情况 这五栋楼担保一千万 每栋楼大概价值两百万 但是很不幸 有两栋楼正好被洪水冲住了 只剩下三栋楼 好在洪水冲着三栋楼 就说明在三栋楼 建的坚固 另外当地发生了洪灾之后 楼减少了 所以楼的价值增加了 这三栋楼正好可以卖 每栋楼可以卖三百五十万以上 那这样的话呢 银行可能觉得 你五栋楼担保我一千万 我本来可以卖五栋楼 你现在还不了 我就卖你三栋楼 流钱收藏不就完了 银行可不可以卖这三栋楼 可以可以 银行觉得可以 但甲不这样认为 其实甲也无所谓 关键是甲不 其他债权不这样认为 甲的其他债权 可能跳出来难为这个银行 比如说另外一个债权柄 就跳出来了 对乙工说 你不能这样做 你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原来五栋楼担保的是 你一千万对不对 那就每栋楼大概是承担了 两百万的份额 对不对 那现在两栋楼 回存品也失了 你可以卖再三栋楼 但是你不能拿都一千万 每栋楼 大概价值 原来担保的份额是两百万 你拿两百万好了 每栋楼拿两百万 再卖三栋楼 你只能拿六百万 优先收藏 那剩下的钱呢 如果卖一千零五十万 三栋楼 每栋楼买一千零五十万 你拿六百万好了 剩下的四百五十万 我们也有份 你也有份 我们平均收藏 你不能对剩下的四百五十万 进行优先收藏 这话说的有没有道理 我这样讲 你明白这个发生了什么冲突了吧 在那银行的角度 你五栋楼抵押 抵押给我 现在只剩下三栋楼 我只好卖剩下的三栋楼了 好在三栋楼还能够持现 我的一千万债权 对不对 银行利益没受损 但是假或假的债权人缺 其他债权人缺不干 其他债权的理由是 五栋楼的时候担保一千万 现在剩下的三栋楼 怎么还能担保一千万呢 因为担保剩下的六百万才对啊 你只有在六百万的范围内 想要优先收藏权 剩下的也没有优先收藏权 所以其他债权人站出来 就有可能分的机会了 听明白了吧 这个问题是不是从来原来没考虑过 在现实上真的是存在的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法律的意思很简单 刚才我们在解释的时候 维护抵押权人银行的利益 它的含义是 抵押不可分 但抵押权作为一个整体 并不可分 简单的说 五栋楼 你别说只剩下三栋 你拿片的话 只剩下三片瓦 三片瓦担负的重任 仍然是总体价 债务一千万 而不是三片瓦 所对应的 相应的份额 你听明白什么意思 就是你五栋楼担保一千万 哪怕剩下一栋 还是担保一千万 哪怕还剩下一片瓦 你的任务 还是担保所有的 债务一千万的实现 而不是相应的份额 这就叫不可分析 能听明白吗 能听明白吗 再举反过来再举个例子 实际上我们这个上面 把这个例子细化了 我在讲科特之学 其实两个例子 聪明的同志都全明白 再讲一个什么例子 五栋楼担保一千万 后来甲比较增弃 一口就还了八百万 至少两百万没还 至少两百万没还 那之学是还不了了 那银行就拍卖在五栋楼呗 我们假设这五栋楼 每栋楼价值就两百万以上 那你放心 银行他没有兴趣 拍卖全部五栋楼 他买一栋楼就够了嘛 对不对 卖那么多干嘛 银行这个不会滥用权 他没办法滥用权 他没有必要滥用权利 他只拍卖一栋就够了 但现在发的这么一个问题 虽然主债权只剩两百万 五栋楼还都在 但是由于经济发展不景气 这五栋楼的价值严重缩数 几年前估价为每栋楼价值两百万 现在每栋楼充其量 股值值在四十多万 这五栋楼捆在一起 能卖两百两万就不多了 黑龙江极西的房子 河岗的房子 经济发展不景气 人民家属往南走 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 最可怕的就是人员的减少 居民的不断减少 房价得到得到往下落 那这个问题来了 那对于银行来讲 他天津第一的认为 那你五栋楼担保我债权的实现 那现在之前两百万了 那你五栋楼既然卖的 可能一生的卖两百万的 我只好把五栋楼全部卖掉 以原收场了 这对银行是不是天津第一 是这个天津第一 但是假或假的 其他债权人却不这样想 假的其他债权人 丙可能站出来了 跳出来对于银行说 你不能这样做 银行说怎么了 丙说的这么一番道理 原来假提供你五栋楼 担保你一千万的实现 每栋楼大概也就是 价值二百万 当时每栋楼的身上的 重任就是两百万 现在人家假 一定还让你八百万了 百分之八十都还了 知识要区区两百万没还 百分之二十的债也没还 你是要百分之二十的债权 你怎么好意思 拍卖人家的全部抵押物呢 你应该升天了百分之二十的债权 针对的相对应的 只能拍卖人家百分之二十的抵押物嘛 好吧 这五栋楼你选一栋 你只能卖一栋 这一栋楼你卖掉 优先收场吧 其他四栋你没有优先收场权 假的另外一个债权人 丙这样说话 有没有道理 没道理 他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如果银行只能卖七栋楼 一栋楼的话 拿走四十万 优先收场 剩下的四栋楼 没有优先收场权的话 那假的其他债权人 包括丙在内不才有机会吗 和银行一起来 分剩下的四栋楼卖的钱吗 那这不就利益冲突了吗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保护谁的利益 我抵抵押权的利益 什么意思 解释一下 五栋楼担保一千万 剩下的债权只有百分二十 这个百分二十的债权的效率 是给予抵押物的相应的份额 还是给予抵押物的全部 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不可分行的反面 就讲了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现在告诉你答案吧 你假的欠人家一千万 比如说只剩下两百万 哪怕只剩下两块钱的债权余额 你注意让只剩下两块钱 如有必要 我讲如有必要 照样有权利拍卖你的全部抵押物 换句话说 全部的债权的效率 基于全部的抵押物 剩余债权一部分 任何一部分债权的效率 仍然基于抵押物的全部 啊又通说听明白了 哎呀你举这两个例子 我就听明白了吗 抵押物这个如果 只剩下一部分的话 剩下的抵押物的部分 也要担保债权的全部时间吗 那对啊 如果债权只剩下一部分的话 部分的债权的效率 基于全部抵押物吗 那对啊 换句话说 抵押物可分 债权份额可分 但抵押权 做一个整体价值 不可分 对了 这就不可分 也同志进一步总结了 哎呀 怕你讲这么多 我也跟不上 是不是跟 大概是你讲的意思 是不是说 最大限度的维护抵押权 利益保护抵押权的实现呢 你也可以这样说 你这个上升的高度更高 抽象的这个理论程度更高 是吧 抵押权的 质押权的 所谓的不可分析 就是指这个意思 谢谢大家